希望你有一个乐趣的旅程 今天是我们的开始 看到海伦被干脆利索的一枪抱头 老马和温迪都懵了 谁能想到为毒枭工作了十来年 最终落得个如此下场 想必海伦死都没有明白自己为什么挨了这一枪 看来这次老马和温迪 是实实在在地欠了米勒一个天大的人情 否则躺平的说不定就会是他俩 而毒枭邀请他俩来的目的还有一个 就是毒枭与对手之间的这次斗争 让他厌倦了打打杀杀的日子 他想利用温迪和老马在那里的影响 打算表白自己转变身份 说白了就是我钱赚够了 需要个新身份来享受生活 可这是并没有你说起来那么简单 你是世上排名第二的毒枭 而且上了联邦调查局的黑名单 你现在说不干了 温迪表示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而毒枭纳瓦罗表示这是你们必须办成 这也是我为什么没杀你们的另一个原因 而离开老马的露西也打算自谋生路 他用这些年攒下的钱加上银行的贷款 顺利地买下一家经营不善的汽车旅馆 为什么要买一个不良资产 那就是你在改造的过程中可以虚报大量的金融 这些年露西和老马可学到不少关于洗钱的本事 现在露西找到了毒婆 自打上次毒婆往毒品里参加 温迪设计烧了他们的英字天 毒婆就和温迪暂时中断了合作 现在露西提出用我的这家旅馆为友 我会帮你继续同事洗钱的活动 而毒婆也答应会给露西三成的报酬 就在老马和温迪回到奥扎克之后 同时听说毒婆将在被烧掉的原址上 打算继续种植因素 当时为什么要烧掉它 就是因为这些违禁品距离老马的毒场开进 而毒婆这样的做法 势必又会引起毒枭的干涉 而海伦下线之后 毒枭的外甥哈维又开始接近老马和温迪 现在突然来奥扎克老马的毒场 虽然嘴上说只是来看看毒场的经营状况 但是私下具体有什么目的 老马并不知道 可他却再来的第二天就给老马送了一份大路 要说老马也真够累的 这得给他们擦屁股擦到什么时候 这么多人失踪 这秘密老马能藏得住吗 况且这次正巧又被乔纳给看到了 老马找到米勒 告诉他说 毒枭纳瓦罗想要和政府妥协 他想要一个自由的身份 如果能达成协议那步骤是什么 米勒听后笑地表示 现在想花钱买平安 那肯定比他想象的付出要多得多 想投降那就好好地投降 财产搜查交代事实坐牢服刑 这些一个都躲不掉 难道你真的想让我和上级说 纳瓦罗现在想做个自由人 咱们收了钱给他发个通行动吧 老马则和毒枭说想妥协你得出警 最好把要付出的具体事物列个单子 这才能方便进行下一步的谈判 毒枭则表示我必须见一下米勒 你去安排我会通知你时间 而说完这话之后 毒枭又教训了自己惹事的外甥 告诉他你杀了一个警察 消息如果外邪 联邦调查局会像对付咱们的对手那样 动用军队来彻底扫平我们 和老马总卫毒枭擦屁股不同 上次温迪的基金推荐会被本搅黄之后 现在他又要开始筹办新的基金 当然创办基金的有强力的合伙人 而与这些政客和财阀打交道 这一贯就属于温迪的强项 他会花重金支持你当州长 也会放低身态来同化曾经的反对者 不过现在时间是最紧迫的 这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毒枭的洗白在铺路 而这次温迪看上了一家医药公司新上任的CEO 他是一家致力于开发毒瘾阶段药物的企业 他的出现也正好契合了温迪的诉讼 总不能自己名下的产业全是些黄毒毒吧 而第一次见面也不出所料的 温迪被拒绝了 理由很简单一句话没钱 毒枭打来电话要老马现在就安排自己和米勒的见面 而老马觉得这么做其实有些不妥 而毒枭却不听老马的虚道的说脚 告诉老马你只有十分钟做准备 我的人已经在去接你的路上了 而米勒这时候也打起了退堂股 毕竟锦和肥怎么能坐在一条船上呢 要是被上级知道 说不定就怀疑你有通肥的嫌疑 到时候米勒可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可是当听到温迪说不去的话会引发严重的后果的时候 米勒决定那就再帮你一次 于是冒险去见了毒枭纳瓦罗 而毒枭见到米勒问的第一句是 你为什么要帮马蒂比尔德 接下来米勒说到你要想脱离现在的日子 那就必须向政府表明你的态度 不存在所谓的讨价还价 当你把这些全都做完之后 我们才会考虑对你的宽恕 而毒枭听完之后心想闹我的前半生不就白干了 真要真的答应你那就见鬼了 就在米勒下飞机的时候 纳瓦罗觉得温迪说得很对 只有扩大他俩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 这样才能帮助自己真正的脱胎换路 而说到要扩大影响力 那就绕不开温迪即将成立的基金 作为一家非盈利机构 第一个援助的项目就是要建立两到三所戒毒中心 不过钱从哪来 这就是老马和温迪看重克莱尔的原因 温迪的新基金 很需要克莱尔这样的大公司加入 虽然克莱尔一开始拒绝了温迪的邀请 可是老马和温迪并没有打算就此放手 而是再次约到了克莱尔 原来克莱尔的医药公司 一直致力于研究针对毒瘾的阶段类的药物 而其中一种至关重要的原材料 就是纯度要求极高的海陆英 光这一项就占据了大部分的研发成本 老马告诉克莱尔 我可以提供给你合格的原材料 价格也能在你原先的基础上降低65% 这样你就能节省3亿美金 但是你要把其中的一半也就是1.5亿美金 捐到温迪的基金里去 你能做到吗 老马出的条件简直就是王诈 克莱尔怎么能有不投降的道理 而温迪也成功地说服一个老牌的政客 有了他的加入 这会让温迪得到更多大人物的支持 用温迪的话说 这老头就是这个基金公司的门面 也许有人不懂温迪和老马在干什么 现在做一个简单的阐述 卢肖想洗白自己可惜没有和联邦调查局谈赌 现在需要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人来搭桥 好让毒肖能平稳地过渡到一个普通人 温迪的基金不能和毒肖有任何瓜葛 所以选择了克莱尔的医药公司 恰好克莱尔医疗研发阶段毒瘾的药物 其中需要一味原料就是纯度极高的海洛因 可惜之前的采购成本很高 现在老马把毒肖那瓦罗的海洛因直接半价卖给克莱尔 还能让克莱尔把省下的钱用来重斥温迪的基金 于是就有了温迪和克莱尔的合作 然后再依靠一些政客的光环加持 去做一些大量的公益项目 例如戒毒中心之类的 来扩大自己在社会中的政治影响力 这样就能在毒肖和联邦调查局之间起到协调的作用 关键是再也不会受到毒肖的死亡威胁 温迪谋划得不错吧 可是会那么容易吗 现在温迪和克莱尔正式达成了协议 只要马蒂能顺利的把货交到克莱尔手上 那么逼一笔的捐款 也会顺利的打入基金的账户 可是就在老马打算进行交易的时候 毒肖的外甥哈维却横插一杠 和克莱尔表示我是集团的指定代表 以后和你的交易都将由我来监督完成 这当着老马的面就直接篡位夺权 看来你是太着急了吧 完全没有把老马放在眼里 不过这个哈维在第四季一出现 先是不打招呼突然就来查了老马的账 然后又平白无故的枪杀了这里的金枣 最后还让老马来收拾自己留下的烂烂 现在又来强行过度老马刚谈好的业务 好在人到中年的老马为了自己的家庭 把这一切都忍下来了 不过正当哈维以为能轻松拿捏老马的时候 却无意中说漏了自己还有一单倒卖枪支的声音 这让老马顺便想到你毒枭不是要起来吗 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于是打电话给那瓦罗 说你要想接着谈那就把哈维的那批枪 送给联邦调查局的米勒 这是把米勒拉回谈判桌的筹码 笔留在你手上强多了 你要想好的话 我把米勒的联系方式给你 你亲自和他谈 当然这是不能让哈维知道 因为他还沾沾自喜地沉浸在抢夺老马功劳的喜悦中 他可不管你温迪和老马 是怎么巧费心思地拿下的克莱尔 现在全得听他的摆过 不过马上哈维就高兴不起来了 因为米勒带人半路查没了他的货 满满一车的非得强制 老马现在内心一定非常爽 让你小子再狂 玩砸了吧 不过脸上可不能带出一点心中的想法 现在哈维虽然怀疑老马 可他却没有证据是老马把消息给走漏的 因为老马压根就不知你运输的线路 可是很快哈维就通过被捕的小弟 得知带人没收自己货物的是米勒 这让他更确定这是和老马有直接的关系 唯独就是缺少能证明老马知道运输线路的证据 他当然想不到这是他叔叔纳瓦罗 送给联邦调查局换取自由的筹码 现在哈维只证出米勒 顺带也单方面取消了继续给克莱尔供货的约定 这可麻烦了刚谈好的合作 不能就这么给黄了吧 而毒枭纳瓦罗也拒绝了温迪的请求 理由就是哈维的这个做法我不能干涉 因为我还不能在集团内部 过早暴露自己有隐退的想法 况且我这是有点出卖集团的力 现在和克莱尔谈好的交易不能停 一旦停下那之前的努力可就白费了 不过老马的计划可不止一个 他还有一个备用方案 那就是去找露西 因为自从本出事之后就和老马分道扬镳 露西自己买下一个汽车旅馆 他居然学着老马的样子 利用汽车旅馆做掩护 来为本地的毒贩做洗钱的工作 露西打算帮助老马完成约定好的交易 由于哈维的暂停供货 现在克莱尔不得不对露西提供的毒品 重新做一遍必要的检测 好在毒婆海洛因的品质也完全符合标准 露西也很高兴能在老马的介绍下 一次就能帮助毒婆卖这么多动物 当露西高兴地去和毒婆说这笔交易的时候 却不曾想毒婆已经把货卖给了 堪萨斯黑帮的小弗朗克 现在露西告诉老马事情有些许的变化 想要完成与克莱尔的交易 你必须从小弗朗克手中把货再买回来 原本觉得老马办事很靠谱的克莱尔 也不禁地产生了疑问 好在小弗朗克不像他父亲那样脾气暴躁 在老马额外加了十万之后 他把从毒婆那买走的货还给了老马 不过只有一半 买走另一半的人担心这是老马设下的套 所以并没有在交易的时候现身 有时候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几天前老马那运筹帷幄成竹在胸的样子 好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现在却得忙活到半夜也得找回那另一半 好在一路还有露西的陪伴 不过露西也不打算带帮忙 你知道给别人加钱 那我的辛苦费你是不是也该表示一下 而米勒这头最近依靠纳瓦罗给的消息 接二连三地成功拦截了毒销运货的车辆 这让哈维觉得问题不是出在老马那里 而是自己集团内部出了问题 于是在米勒一次拦截的时候 车辆发生了爆炸 直接把四名联邦探员血迹送回了我们 说好的戴罪立功 但中间却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让骑在中间的老马觉得你们这些大佬真是难伺候 没有一刻能让人消停 而纳瓦罗还催促老马抓紧和米勒的商谈 因为自己外甥哈维插手的事明显越来越多了 现在就是不能公开说要退位 因为那样会引起帮派内部的争斗 甚至会大打出手造成流血冲突 不过毒销还是暗示了哈维自己即将退休 而老马也和米勒解释 爆炸的事和纳瓦罗无关 是贩毒集团内部有人倒的鬼 不过这次米勒的上级却告诉老马 你要先证明他不是爆炸案的幕后主使 接下来才考虑和毒销的正式协商 而老马也把米勒上级的意思转告了毒销 不过毒销知道后却告诉老马 哈维不是现在就在奥扎克吗 该怎么证明你自己去找吧 看来毒销不光会把自己的权利交给哈维 还会把外甥所犯的罪证一块打包交给联邦调查局 变成换取自由之身的筹码 而喜怒无常的哈维不知道 老马才是自己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而收到老马提供的视频之后 联邦调查局通知老马12个小时之后 会展开和毒销的第一次正式约谈 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安排一个正式场合会见毒销 而是把地址选在了一处荒废的商场 现在毒销已经把权利移交给了外甥哈维 至于哈维的问题你们也有了证据 还有就是贩毒集团的事 如果你们需要我也可以和盘托出 这样的牺牲不可谓不大 为的就是能换取一个自由人的身份 可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米勒的上级直接打断了毒销的构想 他们要奈瓦罗继续执掌贩毒集团 并且在他们需要实无常的提供情报 同时继续协调有关财产的没收事业 实现五年 五年之后我们会授予他法律的豁免权 我去还是你们会玩 现在不光要把毒销当成自动提款机 而且还把它当成某些人升官发财的政治工具 老马和毒销说要不把退休的时间推后五年吧 毒销却说你看不出这是骗人吗 五年之后他们会找另一个借口 在这个时间上再加上几年 你会彻底的沦为他们的工具人 而且我作为集团的老大 让位的话已经说出去了 家族的人会轻易的让我把这话再要回去吗 哈维能甘愿放弃已经到手的权利 而上级的这种言论也让米勒有些坐不住 米勒说我们来和纳瓦罗谈谈 让他交出有关的一切 不就是为了最后彻底摧毁这个贩毒集团吗 可是上级却告诉米勒 你不会天真的认为消灭纳瓦罗之后 天底下就不会再有毒贩了吧 我们要的是控制而不是毁灭 控制 我觉得你们就是打算继续收受毒贩的黑钱 说出自己想法的米勒 同时也被上级训斥不懂政治 我虽然不懂政治 但是明白这里面夹杂着利益和腐败 于是就在纳瓦罗即将离开的时候 米勒动用了手中最后的权力 在机场公开抓捕了这个逍遥法外 十几年的头号毒肖 米勒现在不会顾及任何一方的抬售 他现在只有一个行词 那就是彻底的维护法律的证 而毒肖现在是最生气的 谈判的结果那就是妥妥的外人 连调局的承诺那就是纯忽悠 最惨的就是现在连自由都没有 当得知米勒公开逮捕了纳瓦罗 现在最紧张的只有老马和温迪 他们担心这条公开的新闻 彻底惹来哈维的爆火 就在慌忙遣送走了子女之后 两人双双来到了联邦调查局 找到米勒的上级 说米勒既然搞砸了纳瓦罗的回归计划 那我们能不能把哈维也抓起来 那样我们才安全 不过老头表示危险的只是你 接下来我们会利用哈维杀人的犯罪证据 来和他继续寻求之间的协作 我去 纳瓦罗看人是准的 这老头上演了一出什么事过河拆条 哈维的视频证据是谁给的 这么快就忘了 不过往往怕什么就来什么 哈维现在也在来奥扎克的路上 当得知克莱尔医疗已经成功地 研发出星界断类药物之后 通过威胁克莱尔得知 原来是老马提供给了高纯度的海洛因 本就看老马不顺眼的哈维 现在觉得你不光瞒着我找别人合作 还害得自己的舅舅入了联邦调查局的监狱 那就心脏老丈一块 而温迪这儿也得到老头的允许 见到了监狱中的纳瓦罗 温迪告诉他这一切全怪米勒的鲁莽行为 现在连调局的高层还是希望你继续执掌集团 他们手里握有哈维的犯罪证据 只要哈维一现身就会抓捕他 来得一换一然后把你悄悄的引渡回墨西哥 现在你要给哈维打个电话 告诉他你被捕是米勒的个人行为 这样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要不说不会编故事的赌徒不是个好处 温迪这大兵给纳瓦罗滩的可真缘 而老马为了自保恰恰和温迪说的正相反 他告诉哈维 你的安扣把权力交到了你手上 现在趁着他被逮捕的时机 你正好可以做大作强稳固手中的权利 你知道我在联邦调查局有人 之前就是借助他们的力量击垮了你们的对手 现在连调局的人想和你寻求合作 你只要付出很少的代价 你就能在这里随心所欲的自由出入 甚至扩大你的业务 要说不说老马抛出的条件更诱人 在得到联邦调查局开出的条件之后 哈维觉得老马说的也许没错 现在是证明自己最好的机会 你老马不是还认识当地种植因素的毒婆吗 那我哈维就有必要清理一下这里的环境 哈维的滥杀无辜 以及怀亚特的死 深深刺激了路西 他们虽为堂兄妹 可是他们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就生活在奥扎克的这片土地 他俩也共同都有一个不太美满的家庭 路西的两个叔叔是那种整天游手好闲 不学无数的混混 当知道老马携带大量现金来到奥扎克之后 时时刻刻想着如何做掉老马 来瓜分他的金钱 最后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打算对老马一家行凶的两人 却死在了路西设好的陷阱内 而老马却因此得救 路西的父亲那就更是个恶人 在路西18岁之前都是在监狱中渡过 他在路西的成长过程中就是个无赖的存在 而且一直给路西灌输那种强盗逻辑 我偷了或是抢劫了你 只能证明你太弱不配拥有那些财富 为了钱甚至会逼迫路西或怀亚特取犯罪 最后路西也因为老马果断地和父亲划清了界限 而从此之后也就剩路西和两个堂弟一块生活 后来怀亚特和路西产生了矛盾离家出口 却在流浪不久之后遇到了独婆 独婆为人残暴凶狠 至爱和不听他话的人 他会毫不犹豫地送你去做人 可是却对怀亚特之寒问问光怀备致 可惜好景不长 他的顽固招来了哈维的记痕 顺带连累了怀亚特 现在路西愤怒了 他要为怀亚特报仇 现在哈维必须死 耶稣来了也没用 哈维又犯下了命案 从他出现到接受贩毒集团的权利 他明显有些太过嚣张了 要知道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而路西也从夏洛特的口中得知 哈维过两天将会出现在克莱尔的制药公司 乔纳则把哈维的信息从网上复制下来交给了路西 可是温迪却跑来告诉路西哈维回了墨西哥 且短期内不会再来 因为他有帮派的事要处理 他不知道自己的子女因为同情路西 早就把哈维的行程告诉了路西 而路西也不拆穿他 任由温迪在那里尽情地表演 因为路西已经打算悄悄地尾随老马 去完成自己的复仇 而哈维完全沉浸在权利的影响下 彻底放松了作为一个毒枭应有的警惕 在于克莱尔的谈判中 哈维主动降价20% 但是期望能得到克莱尔公司的股票期权 但是这一次被克莱尔拒绝了 理由是以你们的身份获得股票期权 那会引来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从而会公开公司所有的秘密 而哈维表示那都是认知上的问题 何况我们这里还有转移财产和洗钱的高手 说完看向老马 如果这是搞不定 那么我们之间的合作将不再存在 就在送走哈维的时候 老马却看见了接对面尾随自己的路西 老马打来电话劝说路西放弃 可是他的理由就只是担心路西有危险 可他却忘了这是一颗复仇的心 自己的生死早就不重要了 而老马也没有声张 既没有告诉温迪也没有通知哈维 也许老马也不知道 接下来事情会怎么发展 可就在老马温迪和克莱尔吃晚餐的时候 路西走了过来 他用最舒缓的狠话胁迫三人起身 一同来到了克莱尔的办公室 路西一直想摆脱从前的自己 他心里把老马当作能让自己重获新生的教父 直到自己的家人一个个的离开 而你老马居然还是那副样子从来都没有变过 到底是你麻木不仁 还是我压根选错了人生 老马道歉了 但是温迪在电话中骗哈维来的时候 一下科巴没打一气呵成 老马无奈地再次来到了墨西哥 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不犯 他必须强装正经 好让自己的说辞不被引起怀疑 接下来就是按照奈瓦罗说的 挨个进行查账 其目的就是让他的手下觉得老大虽然人在监狱 但是依旧掌握着他们的命运 在心里上先来一波震慑 而奈瓦罗的姐姐卡米拉也就是哈维的母亲 当听到老马说是奈瓦罗杀掉的哈维 一枚表现的愤怒 二枚表现出伤心 三倒是让小编觉得这娘们很可怕 喜怒完全不形于色呀 反倒是关心老马对于连吊局 释放奈瓦罗有几分把握 而露西在为表弟报仇之后 一天夜里悄悄地去了毒婆经营了一辈子的农场 原本只是想找一些和表弟有关的东西 用作以后对他的怀念 可是在误打误撞之下却神奇般发现毒婆留下的神秘灵 老马在墨西哥忙着为奈瓦罗整顿人心的时候 奈瓦罗这边却出事了 就在和一对服刑人员插身而过的时候 突然就遭遇了其中一人的心 可这时候狱警却选择离开并没有出手制止 而身体强壮的奈瓦罗也仅凭一己之力勒死了要杀自己的人 你替他在墨西哥维持老大的威信 有人却想来个釜底抽薪 好在有惊无险奈瓦罗只是受伤入院 如果奈瓦罗这时候发生意外 那你老马这次可就没存在的必要了 而这个事也触发了老马紧张的神经 现在那就必须有人要为此事负责 于是矛头就直接对准了实力仅次于奈瓦罗的阿图罗 因为奈瓦罗如果死了 那么阿图罗就很可能接替他 成为这里最大的受益者 现在老马的手中 虽然没有证据能证明是阿图罗所 但是为了杜绝这种事再次发生 现在也只能驱打成招了 最后也是在接二连三的用行之下 阿图罗承认了老马应安在他身上的罪名 可是这次老马真的是想简单了 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做事 让他丧失了该有的判断 而这次的判断失误也让他在接下来的事情中 开始处于了被动 老马和联调局协商的第一步 就是老马去墨西哥稳定住局面 而联调局则想办法 让纳瓦罗的名字在黑名单上消失 可是回到家的老马从温迪那里得知 纳瓦罗的一些是 一直被人断断续续的匿名举报 这让连调局的人一直没办法迷去纳瓦 而这是在老马去到墨西哥之后 只和一个人说过 那就是一直关心纳瓦罗和氏出狱的姐姐塔米娜 人们常说福西获所依获西福所致 露西在失去仅剩的亲人之后 却也意外地获得了毒婆的全部财富 可是生活还得继续 露西现在并不知道人生的目的 可是却被生活推着一直向前 还记得第二季中的瑞秋吗 她在努力地戒掉毒瓶之后 跑到了迈阿密开的一家家居用品商店 现在她作为露西的合伙人回到了奥扎克 而露西打算学着老马的样子 用从毒婆那里得来的钱来收购老马的赌场 自从毒枭被公开逮捕之后 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有不少需要用钱的地方 而露西的提议也刚好解了老马的完美之急 可这提议却伤了温迪的自尊 你原本是替我打工的 现在我遇到些困难 你却想翻身和我平起平坐 温迪表示你简直就是痴心忘想 甚至拒绝听老马的任何阐述 直接摔门而去 温迪为了向克莱尔施压 擅自联系了奈瓦罗的姐姐卡米拉 这让老马感到有些意外 因为老马和温迪说过 卡米拉才是那个对奈瓦罗真正构成威胁的人 可是温迪完全听不进去老马的警告 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通过卡米拉 能让克莱尔持续地向基金捐款 也许只有老马心里知道 这个来自墨西哥的娘们 可没你温迪想的那么容易应付 克莱尔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CEO 现在一定非常后悔当初与温迪达成的交易 这让他虽然省下了一大笔的生产成本 但是却陷入了温迪的圈套 现在卡米拉和温迪一唱一和的 给克莱尔上了一课什么叫强买强卖 而克莱尔对此却毫无办法 接着卡米拉在温迪的带领下 又去看望了受伤住院的奈瓦罗 而许久没见到的亲姐弟也相互询问对方的近况 能看出现在奈瓦罗的心情很放松 也许是为了回报卡米拉在克莱尔问题上对自己的支持 温迪提出让卡米拉接替你赋予老马在墨西哥的临时指挥权 而认为老马已经处理完集团恩怨的奈瓦罗 思考了一下之后就答应了温迪 而老马完全没料到温迪能提出这么愚蠢的建议 可是现在当着奈瓦罗的面 又不能提醒卡米拉才是阻挠你回墨西哥的幕后主使 因为现在手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自己的说辞 陆西在收购老马赌场的事上 虽然遭到了温迪的强烈反对 但是陆西却不打算就此放手 因为身边人的相继去世 这或多或少的让陆西把问题归结到了温迪身上 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要做的事 你温迪可拦不住 陆西甚至去咨询了律师 律师告诉陆西你虽然手上有赌场的股权 但是想要控制赌场那就得争取到更多 有个人也许能帮到你 那就是查尔斯 那个曾经帮温迪把赌场建起来的男人 不过后来因为利益的事给冒败了 而陆西也本着对手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 找到了哪 当听到陆西说收购赌场是为了报复温迪 这让查尔斯瞬间来的精神 立马就同意把自己手中的补权转让给陆西 同时告诉陆西想合法的去经营赌场 你还得把自己在警局的案底给抹除掉 因为规定有案底是不允许经营赌场的 好在所犯的都是一些小偷小摸的过错 这让陆西在查尔斯德协助下 很快就得到了当地法官得重新评判 不过真正赢得法官信任的那是来自陆西的真诚 他真的不想再回到之前的生活了 是老马把他同如赖尼的生活中拽了出来 而毒婆和怀亚特的死 又意外地让陆西继承了很多的钱 现在就差一步陆西就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而毒枭纳瓦罗的身体也已经恢复正常 他催促温迪要快点完成接下来的工作 原本要几个月完成的工作 现在要缩短到几天 那意味着老马必须洗出来更多的钱 来满足各方面人员的胃口 可当老马回到赌场的时候才发现 陆西在查尔斯的帮助下 已经取得了赌场的管理和经营权 这下可糟了 一个没留意 老马手中最大的洗钱场所 轻易地就被陆西给夺了过去 要说这是归根结底怪温迪 要不是他死要面子还不听劝告 能让老马陷入到这么被动的境地吗 自从温迪的扩张计划实施以来 总是伴随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老马也被温迪的野心折腾的身心疲惫 赌场搞得好好的 非要成立什么基金 现在基金虽然勉强开始运作 但是陆西却趁乱拿下了老马的赌场 这就好比你在外玩命的答应 一回头塔却被人抠了 想想真是得不偿失 而且陆西还缩减了老马在赌场洗钱的份量 一个温迪就够老马受的 现在又加了个露西 这让老马现在一个头两个大 不过你们还不知道温迪的脑洞有多大 温迪和老马说 连调局的人只要能得到好处 他们才不管是你还是纳瓦罗管理贩毒的一团 老马说那你是想让我去死 在温迪的认知里没有人不可以不被取材 只要符合利益的最大化 牺牲你们任何人都会出现在他的计划之内 而这个即将取代纳瓦罗的人 就是他的姐弟卡米拉 温迪告诉他只要你按时上官 连调局就不会把你列为打局的对象 而且我们会协助你掌管你兄弟的产业 还有我们知道你是刺杀纳瓦罗的幕后主使 但是我们跟谁都没有说过 一上来就直奔主题 温迪你是把卡米拉当成新出道的小白吗 而卡米拉听后不紧不慢地说 你们着急地让我取代我的兄弟 其实是想把我也卖给联邦调查局 你们好腾出时间来操纵基金会 达到你们从政的目的 这样就不会有人会公开地调查你们了 都是千年的狐狸 你跟我这儿演什么眼 不过温迪至今为止感觉从没出过错 而卡米拉也顺水推舟 既然你们要帮我 那我又何乐而不为 由于露西在接管了赌场后 没有按照老马定下的方式运作 现在他也再次惹来了麻烦 就在回家的路上 露西发现贩毒集团的杀手在跟踪自己 而露西急紧地把车开到了警局 露西担心自己早晚会遭遇暗杀 于是在新任警长面前 把所有的事都陈述了一遍 也许露西是压抑了太久 可当出来之后却发现杀手不见了 而露西也联想到杀手不会就这么轻易放手 没有杀了自己 那么瑞秋就很可能凶多吉少 而事实也想露西设想的那样 就在刚拨通瑞秋的电话后 瑞秋就发现杀手真的来 好在电话打得及时 瑞秋在露西的指挥下刚躲到屋 杀手尼尔森正好出现在的文化 就在卡米拉和温迪私下达成协议之后 卡米拉最后一次看望了自己的兄弟 而之所以现在叫来老马 是毒枭总算搞清楚 刺杀自己的不是别人 就是这个自己的清洁 可是你知道的太晚了 因为在他俩的心里 尼纳瓦罗已经出局了 而露西她梦到了自己的家 醒在一个在平凡不过的早晨 你继承了毒婆号穿半个阵子的土地 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赌场 可是拥有之后才发现也不过如此 而是有多少人能与你分享 这些曾经露西口中的混蛋 他们承载着露西的爱你痛苦 而老马和温迪 在经历了内瓦罗被抓 露西复仇之后 在他俩精心的策划下 重新拟定了卡米拉和连条局的合作 现在可以说是他俩的高光时刻 而另一头的奈瓦罗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一直倚重的温迪和老马 倒戈的速度是如此之快 直到毒霄听到身后预警扣动扳机的声音 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算紧了 现在最大的隐患被清除了 马蒂和温迪一家又回到了之前能稳定输出的日子 也许就像温迪说的 今后他们不会受到毒枭的威胁 更不必提心吊胆地担心连条局的搜查 可是真的会像老马和温迪认为的那样吗 要我说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 但如果卑劣地过完这一生 那就太长了 来吧